我們先加一個鏡頭 鏡頭可以加一個鏡頭 鏡頭在Library那裏 我們記得選擇這個Special 這裡有一個鏡頭 我們上次都弄過 你可以隨意搬它 但其實我們不想fix 通常是想它動 你動會有動感 最近我們設一個Circular 這裡有一個Path 這是一個圓形的Path 這個場景比較大 我把它拉闊一點 做大一點的鏡頭 我們把它放高一點 移前一點 這樣就是大一點 好 好 再高一點 變成了鏡頭可以跟著它走 這裡是關鍵 我們說過 大家記得嗎 這個鏡頭 這裡呢 這裡是鏡頭 這裡本身有一個鏡頭 除了我們用哪個 或者我們先用藍色 我們先雙擊它 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可以叫鏡頭 鏡頭 鏡頭可以 他叫鏡頭 鏡頭可以 對 鏡頭可以 但記得 有一個要做的 就是 這裏要選擇 Use Encol blog 你可以在编程中,code中,set,move,camera run 我们选择这个,move,camera run 按这个Path,run path,可能是30秒钟,20秒钟 那你就play 现在它就是,你知的镜头有几个模式 我们记住,通常是选择Fly的镜头 有人族游戏,有落脚架,有Fly,或者Orbit 你可以选Fly,如果选Fly,或者Orbit Fly是这样的 是,圆着它飞的,但好像看不清楚下面的地方 看不清楚,可以试试,我们选择实验试 试试吧,Orbit 选择Orbit,人造卫星 但你要确认,看镜头的人造卫星 是否指着那个中间 这里有得教的,你试试一下 试一下效果就不行 那,现在一按Orbit 就变成这样的 都不是太差的,现在的效果 你看 但有时候都拍不完的 对吧 对吧 都不差的,但中间点在这里 现在中间点在这里 OK 那可能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欺负问题的呢 有的,那个镜头 那我们先选Fly 跟着呢,可以令到那个镜头永远看着一个中间点的 例如,这个人呢,躺在床上 那就是,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Double Click 这个叫做Level 这个叫做Sig 这个叫做Sig 我先帮我改名字 Sig Student Code呢,要开着它 Use Enclosure Block 那我想这个镜头呢 看着这个 就是要休息的学生 Sig Student 那记得改一个好点的名字 Sig Student 什么叫好点的名字呢 就是一个 meaningful的名字 那你就可以令到那个镜头 对吧 对吧 Transform呢 可以选择 Turn 有个轮子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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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轮子 对吧 对吧 Turn 一样东西 to look at 另一样东西 打个轮子 那这个呢 都是 Scrash Mode Cold Space 才有的 对吧 对吧 你可以选择 Turn Camera 1 to look at Sig Student 对吧 对吧 就是令到它呢 无时无刻都要是 要看着它 那我们试试 Turn 这样 不行啊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呢 这里呢 只做了一次 对吧 做一次 然后呢 就在下面做 就是 Move Camera On Path Round Path 所以这里呢 就没办法的 我一定要加一个 都经常要用的 我们叫做 Forever Loop 就是呢 其实要无时无刻 都要做 Turn Camera On to look at Basic Student 那我们再试试吧 咦 现在看着了 但是呢 它又不会转 因为呢 哦 这样 但是有错 永远是 Loop在这里 Forever 就落不到下面 那怎么办呢 我想两样东西 同时做 有没有同学记得一个答案 我想两件事 这个呢 就是 Turn Camera Forever to look at student 还有 Move Camera Run On Path Round Path 我想 Round Parallel 什么呀 啊 非常醒目 你是多少 8号 8号 我以为是你 金凯琳 是不是你 那 就 平行时空 这个呢 非常有用的 就是这个 Parallel 对了 Run Parallel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了 那现在我Run Parallel 两件事而已 平行时空两件事 其实还可以再加的 这里 平行时空三件事 四件事 五件事 几个镜头一层 几个镜头一层 一层 现在是看着的 可能镜头一层 这个要再高一点 先 腐陷它 好,攝影機的角度好像,可不可以調校一下嗎? 可能可以的,可能要向下一點的,可以嗎? 不行的,我們繼續做實驗吧 現在可以看著中間點的 基本上看著中間點,但好像也不可以 我們再試下Orbit,我們再試下Orbit Orbit又不可以,取消了剛才的動作 不行的,我們只能用Fly 可能不可以太高了,我們要下低一點 可能牆壁不會令牆壁完全不透明 但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那個人 對,看到那個人 為什麼不可以看低一點呢? 也可以的,是的 好,煮一個 或者再長一點時間,30秒 如果我想令牆壁不會透明 就是要透明多一點,可以看穿一點 大家記得可以設一件事 這個要打開,這個是先跟大家做 這個要教教大家 就是你 double click 一個牆壁 Material,這裡可以設一個透明度 我們叫Opacity 100%是完全不透明 0%是完全透明 50%是半透明,OPESITY在电脑里有用选择透明度 半透明状态,可以打回50% 半透明状态,可以看得清楚 半透明,很棒 因為有時攝影機的位置看得清楚 可能廁所就不可以半透明了 現在效果會這樣 它會彈一彈圈,擾場一周 我想它快一點,可能15秒 好,現在可以的 好,這是一個做法 這個可以試的 在這個場景上就是 Run Parallel, Forever 這個就是Turn Camera 在這個場景上 可以選擇一個比較低的物件 或者可以選擇一個比較低的物件 或者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一個鏡頭 可以選擇 這個鏡頭1 好 這個就是藍色 有時不想拌亂 這個可以選擇一個 speech 這個就是Cam 1 Mister Heard 是 1號進不來 我剛剛放進來 好,OK 這個可以選擇一個 speech 叫Cam 1 就不會混亂了 白色就是Cam 2 我們就是Cam 2 這個下 speech 是Cam 2 Coding 要開啟 我想Camp 2 會對著 例如這個就是Fix 拍著那班學生 放好一點 拍著 Camp 1 Camp 2 Chloe 進來 Camp 2 我們再下一個Camp 2 對著同學 或者對著老師 例如在拍一間不同的房間 每間房間有一個Camp Camp 2 大概這個位置 OK 我暫時當它 Double Click Camp 2 不是Walk 是Fix 下腳架 好了 那我怎樣在這裏搞呢 轉Camera 2 是可以的 例如 Move Camera 1 按Path 之後 在這裏顯示式 然後我們可以 找一找 Camera的 Command 有時候 不知道在哪裏找 我想轉Camp 可以嗎 可以轉到的 這個 你選Camera 打Camera Search 有的 Switch Camera 不過可能在這裏要開啟一點 這個按鈕 咦 有問題 喔 reconnect 問題 可以了 OK 好 那這裏可能同學 還要開啟一點 但如果有時候 你看到那些Command 是灰了 灰了 你選擇 Advanced Coblock 開啟這個setting 鍵 那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現在你用的是專業版來的 Pro版來的 所有功能都用得了 按吧 接著你按 Switch to Camera 2 對了 我們看看效果 那它會頭頭圈行 15秒鐘 Camera 1 Camera 2 就會一路 拍下去的 看看 先有overview 先的 那就15秒鐘 下次再加快一點 Camera 1 Camera 2 就是了 有個定鏡在那裏 定鏡 對不對 定鏡 就 那你可能展示某個場景 譬如10秒鐘 這樣 那 我還可以再加些變化 譬如說 Camera 2 可能是 打橫走的 大家有沒有見過 拍戲 都會露軌在地上 在露軌在地上 露軌在地上 露軌在地上 那些人沒有露軌 就把露軌 就把露軌 放在車上面 放在購物車 衛康車上面 人彩上駕著機 就把車推開 這樣 這個都做到 因為 Camera 2 可以設定 Linear Path 露軌 可以設定 這個就好玩了 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先拆長一點 打橫的 這個老師本身有一點 Camera 可能就這樣 對正 這個我們先放大一點 對 都比較多 所以 看到 如果場景複雜一點 用電腦做會好一點 好一點 等一下 我會給大家 離開課室 進去你的Cold Space 繼續做 因為 你可能看著我在這裡 說 你是用不到Cold Space 去做 你的場景 是嗎 你看完我示範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 這樣 可以離開課室 不過還未至 你看我做 Camera 2 Camera 2 Useing Cloud Block 這裏我落到一個Path 這裏叫Straight Path 是 打橫行的 這是我墊了這件事 墊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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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Cold Space 那裏 下腳做 那就是 Sweat to Camera 2 然後 然後 怎樣做呢 你不就知道 我們就 Move Camera 2 on path Straight path for another let's say 10 seconds 即 Camera 2 會接鏡的 很神奇 你會做一個 你好像做一個導演 那樣 Director 我們試試 這個 10秒鐘 短一點 10秒鐘 沉沉圈行 可能太快了 可能慢一點 這個太快了 其實會有回頭暈的 哎 不是 搞錯方向 這個 Camera 2 不是設定好的 好 再來一個 Camera 2 為何會設定不好呢 看看先 哦 可能它就 向著那個Path 我們先設定它 不是Facebook 是Walk 對了 Walk 那我試試 Camera 2 是Walk 那我試試看 是Walk Camera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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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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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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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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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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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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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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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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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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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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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一些鏡頭 在你的影片 場景裏 然後就 Play 它 這個可以錄下的 你知道IPA可以錄下的畫面 用Screen Recording 你就可以製造了一個影片出來的 你見到這個真的可以 拿不同角度 拿不同角度 我會覺得兩個鏡頭已經非常足夠了 你可以用三個 不過會再複雜一點 就是在編程那裏會複雜一點 不過這裏我再第一次 關鍵哪裏呢 就是鏡頭你一定要指著目的物件 要不然它只會向前拍的 向前拍的時候 向前拍也是有向前拍的 另外就是你要用一個Switch camera的command 就是轉鏡頭的指令 就是轉鏡頭 轉鏡頭的指令 另外還要有一個Look Forever的 如果你要轉鏡頭 要它看著某個物件 就要用 即是Forever Forever Loop 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用平衡時空去令它一起發生 對不對 一起發生的 那就保證沒有事了 即是保證鏡頭可以指向你要的位置 所以這裏都不簡單的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在這裏看 或者CAP一CAP 我CAP一CAP這個畫面 這幾個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會在這裏 那麽